大家好,我是史瑪 我們這一集要玩的是加熱火焰鳥 它的特性怒火沖天呢 只要HP降到一半以下 特攻就會提高一階 而且是可以重複觸發的 不過可惜的是加熱火焰鳥不能用語氣啦 不然就可以一直觸發一直觸發 不過我們可以依靠文誘果 讓怒火沖天觸發到兩次啦 那我們帶了高速移動去提升火焰鳥的速度 然後讓對手打我們 觸發怒火沖天之後 我們就用怒火中燒好空氣斬 這兩招都可以讓對手畏縮 都有機會 然後去打對手 惡心對手 我們第一隻就先上加熱火焰鳥啦 第二隻出越越雄吧 越雄面對對手的寶可夢 基本上是都可以一換一 最後是象牙豬 象牙豬兵系可以打烈咬路沙 跟對手的加熱火焰鳥 然後我們地面系也可以打賽復好 第二隻是烈咬路沙 烈咬路沙第一隻上的話 感覺就是隱形煙龍尾這種的 這種烈咬路沙 通常是不加速度嘛 因為龍尾本身速度 優先度就是負的了 加速度就沒有用 所以我們就直接挑釁讓他用不出隱形煙了 欸 果然我的速度比他快 火焰鳥 速度至少是252加滿 喔 不能用隱形煙了 抓到 那他這裡就會直接打龍尾了 所以我們沒辦法打高速移動啦 就必須兩招選一招去衛縮他 我們選20%的 我相信能衛縮就是能衛縮啦 漂亮 直接衛縮了 三分之一差不多 再一次 再衛縮一次就可以了 有有有有感覺到了 完了龍尾不打到了 而且 還要害 而且他還打中 龍尾其實是有機會miss的啊 吐了 而且要害是 讓我快要半血 又沒半血 沒觸發怒火沖天 他這邊挑釁解除的話 會想要灑隱形煙啦 所以我們現在再換回火焰鳥 因為如果是間接造成扣血 是不能觸發怒火沖天的 像踩到隱形煙扣到一半以下就不會觸發 而且我們飛行系 被岩石的隱形煙 弄到這兩倍很痛啊 果然是隱形煙 這個血量尷尬 可能沒辦法觸發到兩次了 那我們就再一次怒火中燒啦 血色換下去啦 不想送掉烈咬路沙 哇他也是加了火焰鳥 打他變成減半 那我就不確定我的速度有沒有比較快 沒關係我們就一樣照打 改打空氣斬 他如果比我快的話 會讓我觸發怒火沖天啊 所以我們空氣斬打他就會很痛 然後我們到時候再考慮要不要高速移動一下 然後繼續來畏縮他 好 我的速度比他還要快 哇 畏縮啦 那這邊尷尬 這邊要繼續畏縮 不然會讓他觸發怒火沖天 真的來啦 哇 他也是文右股 他也是這一種的啊 但是我的速度是比他還要快啊 哇 軌跡 這個人好狠喔 他帶軌跡 可是你速度很慢耶 這樣你要怎麼畏縮 他是沒有要拚速度的是不是 那我們繼續空氣斬啊 繼續拚畏縮 我們速度應該真的比他還要快啊 沒道理我們一直 比他先行動吧 攻速的話 他這個應該是撐血量的 又畏縮啦 那這還是空氣斬你要美了耶 漂亮 你還跟我一樣是用泰金剛耶 這樣飛行器打他變成減半 打不死 要再畏縮一次 真的 來 沒死 哇 但是又畏縮了 太舒服了 欸 發現了 受不了了 一直未收 那就感謝指教啦 那我們要先上火焰鳥 然後第二隻出個惡鬼碰吧 火系可以打賽富豪還有巨錢螳螂 然後用木角可以打水系的舞蹈熊石啦 如果他是水系的話 然後最後一隻躍躍熊可以連防電系技能 還有幽靈系 有第一隻巨錢螳螂 巨錢螳螂的話 有可能會先打劍舞啊 那我們就直接對他用挑釁 哇塞 他速度比我還快啊 不過還可以啦 剛好打過半 觸發怒火衝天 他速度比我還要快的話 代表他是講究圍巨 這樣也還行啦 至少我們是對下一隻寶可夢用挑釁 如果是我們用完挑釁他才打幾速折返的話 那就比較虧啦 洛托姆 他的圍巾是在螳螂身上 所以洛托姆速度就會變得比我們還要慢了 那我們就不打高速移動啦 直接怒火中燒來拼衛縮 而且是已經怒火衝天過一次了 衛縮個一次應該有機會 收掉 哇 直接按太進化了 打他算是減半啦 不過衛縮一下應該是沒問題吧 還蠻痛的捏 沒有 不過福特鐵彈打我沒有很痛啊 還好沒打死 打我兩倍還沒死 因為火焰鳥的特防算蠻高的 但這裡沒衛縮到很尷尬 因為他會換上巨前螳螂 巨前螳螂速度就比我們還要快了 這裡要撐住就必須要按太進化 還是我們按下太進化 他應該會在急速折返 然後換上駱駝姆啦 這種噁心人的套路 不過我們還是可以打怒火中燒啦 駱駝姆還是會死 果然是急速折返 哇 兩滴 要是死了就尷尬了 他就一直急速折返 然後福特鐵換這一種啊 有夠噁心 暴火中燒 很痛啊 他也有文誘國 沒關係 我們就繼續 繼續打就收掉他啦 不過這裡 他會再換上巨前螳螂 巨前螳螂速度還是比我們快 還是要死 但我不想送掉我的火焰鳥 換上月月熊吧 我覺得以他的尿心 會再繼續急速折返啦 果然是急速折返 可是我們月月熊還蠻硬的 我要徹底的玩瘋他 不能讓我的一隻寶可夢死掉 一隻都不行 因為這個人太噁心了 暴鯉龍 暴鯉龍的話我們就直接血月了 龍之舞 他看我沒有耶 還是龍之舞 血月很痛呢 沒確定耶 蛤 藥害 直接秒掉了 但是就算沒藥害 我覺得他真的活著也是殘血了啦 血月傷害這麼高 他這裡是收不掉我的吧 我們打大地之力吧 雙翼 他沒有進身戰 雙翼沒死 大地之力他也頂住了 沒關係 那我們就打真空波就好了 這個真空波如果沒收掉的話 好像有點危險耶 好險收掉 因為我們惡鬼碰被雙翼扁到會被秒吧 差點就要被穿山了 感謝指教啦 這場要先上火焰鳥 他感覺有機會首發大扭拉耶 如果他出大扭拉的話 可能是輕裝 然後一般寶石的 我們就換上賽富豪來聯防 不然我們高速移動也不會超他車啦 最後一次就零射天蠍網吧 只要零射加速度到一次 好像沒人打得贏天蠍網了 第一隻河馬獸 河馬獸一定是殺隱形眼 不然就是哈欠嘛 所以我們直接打挑釁是沒問題的 欸 想打哈欠 打不了囉 那他這裡應該是要換人的啦 因為他的攻擊招 我猜就只有地震而已 所以我們趁現在打高速移動 果然換下去了 賺到一波 快龍 快龍他知道我有挑釁 所以他應該是不會再打龍之武了 我們就直接開扁 聽位說 而且他殺爆把他都從裡面打掉了 這樣我們打他也是蠻痛的哦 沒有耶 沒有過半 這什麼東西 香羅谷 雨漆 他沒在怕的耶 他不怕我對他打挑釁耶 還在打雨漆 那我覺得他會想打龍之武了 這我們泰金剛打挑釁好了 因為他也有可能直接神速打過來 我們是會怕他神速的 用泰金剛連防 沒有打神速 沒有打神速耶 那我感覺他是想探龍之武啦 真的耶 還想探耶 那我們就開扁啦 因為他只要不是打神速都會被我們畏縮 都有機會啦 因為不是打神速的話速度就比我們還要慢了 哦 要換一下快龍 再換回河馬獸 怒火中燒 還蠻痛的哦 也三分之一了 他感覺是會打過來啦 所以我們繼續怒火中燒 他應該會打地震 不然被他地震到好像會直接死掉 拜託 畏縮一下 漂亮 他沒有文憂果 那河馬獸要倒了 直接收掉河馬獸 好舒服哦 五道雄獅上來 這個是一級流的耶 我們就打空氣斬吧 他感覺是會按太金化啦 應該是太金二 欸 他沒有打突襲耶 會說 漂亮 哇 好舒服啊 欸 該打突襲耶 所以他不是講究頭帶的 哇 沉住了 可以可以 怒火沖天觸發了 還好是有沉住啊 58滴 這樣快龍神術應該也收不掉我們 還可以接受 那我們就怒火中燒打到底啦 20%萎縮率 反正會萎縮就是會萎縮啦 20跟30沒差 怎麼投降啦 就感謝指教啦 我們要首發火焰鳥 然後出個月月熊吧 月月熊可以打鼓玉魚 年美龍 然後惡鬼碰 最後一隻天蠍王好了 天蠍王我們直接零射可以射穿他的暢野爛鬼 有一隻鐵包 好 才趨近能量 加速度的嗎 他加速度的話 我們高速移動也是有機會超他車啦 就看他速度努力值給多少 他如果不是極限速度的話 只是單純252給到滿 我們好像還是可以超他車 所以我們先高速移動一次 然後他也金剛是要連防他的兵器器 他是打冰凍光束 這裡就不確定有沒有超車 我們就直接打 怒火中燒好了 沒有 沒有超車 被再來一次了 酷了 完蛋 這樣我們只能一直用高速移動 要撐住他的水炮 還有兩次 兩回合要用高速移動 但是水炮有機會miss啦 所以我們機會還沒跑 只要他miss一次的話 我們都還可以頂得住 要兩次才有超車 好虧喔 沒有水炮沒有miss 好痛喔 這裡可以吃回濾血嗎 95滴可以 他剛才打我們好像是76滴喔 所以我們這裡還可以頂住一次 只要不要要害的話 我們就可以反殺 速度已經拉到最滿啦 水炮還是中了 可以可以14滴 頂住 兩次的怒火沖天 特攻兩階 速度是6階 他的特防很低啊 直接怒火中燒是可以收掉吧 OK秒掉一隻 有機會喔 他有先知技的寶可夢就兩隻啊 月月熊跟蒼蠅嫩鬼 只要沒有這兩隻 我們都有機會一穿三 這是惡鬼碰 惡鬼碰 OK 惡鬼碰雖然可以學電光一閃啦 但我不覺得他會帶 他上惡鬼碰單純是因為 特性是結石吧 那我們就來衛縮一波啦 怒火中燒 會衛縮就是會衛縮啦 哇 結石頂住了 畏縮了 漂亮 頂住也沒用 繼續怒火中燒 太舒服了 機會還沒跑耶 那他應該是沒有月月熊跟蒼蠅嫩鬼啊 如果有的話這裡沒道理要上惡鬼碰 一定是先上有先知技的 古玉魚 OK 古玉魚也沒有先知技 我們速度也比他快 那就打空氣斬啦 因為空氣斬比較痛 衛縮一下 他很硬吧 他特防蠻高的 過來沒死 欸!沒有衛縮 入了 只差一步之遙 竟然沒衛縮 不過至少也把他打殘了啦 我們換上月月熊 真空波就收掉他了 我們這場也只畏縮到一次而已 運氣比較不好一點 他太金化還在啦 但 還是可以收掉吧 沒有太金化 那就直接收掉了 打兩倍 謝謝 感謝指教啦 好